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联合婚礼它本来就不是结婚的法定的生肖要件 科市长一定明白就是要改革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那这个祝贺跟见证我们认为是可以平等的 给予所有成家的不分性别性倾向的伴侣的 至少在联合婚礼在性别平等的改革上面 我们也要看到科市长的魄力 如果报名没有成功会不会有理由 就是为什么没有成功 对就是当然我们希望成功嘛 我们是说如果没有成功会不会有理由 会 会有理由 今天呢是台北市联合婚礼开放登记的第一天 那我们就会协同今天有一对这个同志伴侣 瑞和小丁要来登记就是参加这个联合婚礼 为什么我们要来参加这个联合婚礼呢 当然这是第一次就是柯文哲市长将会亲自主持的联合婚礼 台北市的这个联合婚礼 现在的意义比较像是台北市府 等于是祝福 并且公开的祝福市民要结婚这样子的一个仪式 因为现在的民法 如果要结婚的话 其实已经是才登记婚了 是登记才会生效 所以说联合婚礼自从民法修改之后 其实它的仪式的性质其实是更加的重要 它是一个仪式 它是一个象征 而不是一个结婚生效的一个要件 所以既然这个联合婚礼的意义 已经做了一个修正 那么我们就认为联合婚礼 就像是台北市的一个政策 一个福利是提供给市民的 那么这样子的福利就没有理由一定要排除 或者是以民法还没有通货为由 然后来排除同志的一个伴侣 那我们认为这个才是符合平等的一个精神 其实我们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已经在加拿大结婚了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在台湾取得正式的结婚权利 那这其实一直都说是一个遗憾 就去年8月1号就在楼下中正护证 有登记结婚 然后被拒绝了 我其实一直觉得那张结婚证书 它的其实纪念意义大过于实质的意义 那最主要是当时在面对我老婆 有一次中正住院的时候 那很遗憾的我们在法律上不具有任何的关系 我们只是墨识 那医院他一定要宣定一定要是家属才能陪伴他 那即便我医院知道我们的关系 那也知道我们在国外结婚了 那可是考量到现实的法律的因素 在身份证上 我们彼此的配偶栏就是没有对方的名字 其实在那时候其实是蛮难过的 因为一来我要担心我的伴侣 他的疾病的因素 那二来我又面对这些限制的时候 其实是很无力很挫折 那甚至在医院方面他只能告诉我说 那只好麻烦你请看护照顾他 其实听起来真的是蛮张人的 其实许立民局长其实已经非常友善 而且有诚意的回应了我们 那他是认为说之后他们台北市府 会由社会局出来来主办自由婚礼 那我们当然是乐见其成 但是我们还是要重申 联合婚礼 基本上我们之所以想要参加 当然是希望市府可以好 还是更好 还要更好 那既然其实两位局长都认为台北市府 必须要朝向婚姻平等 这样子的一个路径来迈进 其实民政局这一边只要修改联合婚礼的一个办法 那么就可以让台北市府成为第一个公开的 让同志可以平等的跟异性恋一样 使用同一个婚礼 这样子的一个意义 就是台北市目前各局处的态度是不一致的 但是我们也就希望民政局长可以出善如流 既然连社会局都可以说要出来办婚礼 其实这不是社会局的业务啊 但是我想民政局只要改一个办法 那么联合婚礼今天 我们就希望我们4月1号得到的是一个好消息 柯市长他作为一个享有特权的异性恋男性 他说婚姻平权干他何事 我们要说当他成为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就应该要意识到台北市民里面有同志 台北市民里面有人结不了婚 这个问题就是他的问题 绝对干他的事 我们也要说柯市长千万不要以为民法归中央法务部所管 民法不许同志结婚就不关他的是错 我们要知道内政部呢 事实上不论是在婚丧礼俗上面 即使民法法务部主管的这个民法 还没有开放同性婚姻 可是礼俗作为文化以及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象征跟遗产 他是必须与时俱进并且带入平等民主这些新的精神进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内政部所出版的不论是这个国民婚礼 或者是婚丧礼俗的这一些手册 都已经把同志伴侣的丧礼 怎么样子举办做了非常多历史性的这一个说明跟这个展演 那我们认为这个是主管机关当他想要推动平等的事项的时候 文化改革上面非常重要的领头羊的工作 我们也希望柯市长能够有这样的认知 市府一定有压力 但是既然市长柯市长其实一直都挺得住各方的压力 他要改革的时候他的决心魄力我们都看得到 那我们也希望在至少在联合婚礼 在性别平等的改革上面 我们也要看到柯市长的魄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